鸡丝卷我切了一半是刚买回来的 然后呢这是昨天去农展馆买的这个 羞羞的番茄可好吃了 我知道我真应该来的石棍后悔了 新疆的东西好吃 我炒一鸡蛋西红柿 哎呀我的筷子呢 感觉在内部 哎呀这个电磁炉也是 特别好 哎呀哎呀里边有水 算我也不拿筷子 这么祸了祸了得了 走你 喝点盐 不不腥 看不见 哦 我天 这里就放盐了 鸡蛋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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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挤一片肉 这是我昨天在那个展馆馆买的馒 昨天吃了多一半 今天还剩一张 它这可咸了 所以我炒菜出去没放盐 芝麻味可香啊 大家好我是蓝了 我准备吃饭 本来想喝奶粉 后来还挺麻烦的还挺冲 嗯 这个是医生给我开的那个什么枸杞子啊 菊花什么的到时候喝点水就行了 简单的一顿便饭 我吃好了再跟你们分享啊 我先吃饭 吃完饭了跟大家聊会儿天啊 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关于腾腿的视频嘛 我看有评论区留言 又有人好多人叫我赶紧走啊 就是蓝了别犯傻 也有人说你别老想能再多给你钱什么呢 我还真不是那么想的 我就觉得随语而安吧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就过好今天 是吧 以后的事就交开以后 真想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都是这样 不是很着急 着急的倒是吧 最后定下来就踏实了 或者说他们都搬走了啊 我隔壁的邻居 他房子跟我一样大 今天碰上他了 聊天 就给了他们家203万 也就是我这房子顶多给你203万 人家家里还有好多什么东西啊 什么木地板啊什么 都折价以后 你看我家什么都没有 可能我还到不了他那钱 他呢就也有房票 就是人家给那房票 但他也不去 他就说呢 你留在这将来这房子不能继承 是吧 你买他那的房呢 将来呢 卖呢也不好卖 看那样呢 还得 房子还得捞价 挺麻烦的 还不如呢 拿这钱呢 看合适的地儿呢 去买一个 哪怕小一点能住就行 最好 就最少这个房子能落到你自己手里 将来也可以给孩子嘛 是吧 这钱能 或者人家是能落着东西 他说的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其实我呢 从我个人来说 我不想走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我就觉得我住这以后特别神奇 就是我的身体啊 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你看我前两天回楼房住了三天 我的血糖啊 7.1 7.2 7.3 斜了就 我一到这儿 今儿早上我一量又6.1了 有的层次就说 说来来 肯定是吃的少在这儿 因为就一个人嘛 做饭比较简单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你在家人多吧 你至少做个三四个菜 是吧 主食 又是馒头 又是米饭 你看哪个像这样 多吃一口 而且家里有冰箱啊 谈到这个冰箱 我还说 我说要不然这冰箱 就即便将来我有 我也不打算开 就假如说就我一个人的话 因为你比如说你买东西 你就想 不能买多了 那个没冰箱 就是搁不住这东西 所以你就买的很少 那你每天吧 就做饭 你就想着 就吃仅有的 赶紧吃完 要不该坏了吗 因为我也不爱浪费东西 所以 你看今天早上起来 其实你营养也够哈 你早上起来 我吃的是豆腐有饼 然后六公园的时候 吃了一个大苹果 你看中午吃了西红柿 鸡蛋两个 然后又吃了半块肉 其实这一天的营养就足够了 晚上再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 可是在楼房就不一样啊 就水果就各式各样的 然后冰箱里东西老是满着 然后你就老想 哎呀赶紧吃了个坏的 就使劲呢哈 就把自己当垃圾箱一样 往里装装装 病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而且在这儿吧 你就一会儿出去溜达一圈 你看我现在吃完饭了 我出去一会儿上个厕所 那我已然出去了 就觉得哎呀外面空气也好 然后又感觉生活特惬意哈 因为周围也没有什么噪音啊 都是平房胡同啊 那种就小时候的那种哈 老北京那种情怀 你就特别舒服 晒着太阳哈 在附近溜达一圈 然后再回来睡个午觉 可是以前呢 我在楼房呢 就一天就在那楼房里 不是啥巴士坐着 就在床上躺着 要不然就迪雾点吃了 光吃饱了 撑了 啪 睡觉 就一睡睡到多半天 在这儿就不同 是吧 而且这里我妈也寄 一会儿我去跟我妈拿药去 我睡个觉 哎 拿药陪我妈坐会儿 吃点东西 然后我就 回楼房 就这样呢 我就两边来回跑着 至于不能继承 说实话 我闺女 我也没指望他们 就是说继承这房 就哪怕我这一代人受益了 是吧 这房就有 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至于最后怎么着啊 哎 再说吧 哈哈 其实我觉得 真是就是把自己这代想 想明白了 孩子有儿孙子 有儿孙福 是吧 以后再说以后的 哈哈 越来越喜欢和熟悉这个地方了 等待他们一都搬走 该拆的拆 该清理的清理 自然也就通风了 我今天趴在旁边那门 门份看一下 他们家不也要搬吗 就这个墙潮是因为他们 在那个 他那面墙那 铺了一个大板子 所以他不通风 反正只要他们搬走 我看其他的院都是 屋里所有东西全部腾空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全部都拉走 而且我们这都是 电呀水呀 都是一家一个 也牵扯不到什么 冬天冻 当时我还担心 冬天会冻啊 水管什么 说不会 都是一家一户的 我没有这种可能 而且房子还是属于房管局的 坏了 他们还是给修的 所以 就目前为止 我还是 不打算走 因为 你就是给我那个钱 我也 该怎么着怎么着 有钱没钱 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也不会说去 去过度的那种消费啊 什么的 挺好 估计又该有人说我傻大姐了 好了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出去溜弯了 拜拜 请点赞 关注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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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